全民檢測牽涉到很大的資源 也都國家在最近的核酸檢測的政策上 都指示了核酸的檢測是非常重要 但是做一些這麼大規模的檢測 是有一個時間性 一般全民檢測都只會是在疫情 剛剛開始或者疫情已經受到控制之後 將社會裡面的一些 很少量的隱形傳播者找出來 我在內地是看到有很多好的政策 但是這些政策哪些能夠適合在香港落地呢 是需要通過我們研究一下香港的一些數據 和跨部門的一些統籌才行 所以我不會說所有內地的政策 都會在香港合適 是會即時去執行 這個是需要我們一個時間的研究 才可以去到落實的